爱奇艺娱乐记者独家联系到某唱片公司老板对藏天硕的病情比较熟悉 据透露,藏天硕去年检查出患肝癌,当时一直在养病,没想到突然情况恶化而去世 于清晨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去世 藏天硕唱片公司负责人表示,检查出罹患癌症时,已是中晚期,无法根治 后续一直采用的是保守治疗的方式,愿他一路走好,非凡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